Hello大家好,这里是娱乐热榜男生版 今天咱们继续来聊人家轮 首先先说人家轮的最新动态 人家轮拍了某羽绒服的广告片的花絮 在其官微上已经发布了 网友和粉丝们直呼帅气的代言人 衣服好看,人更好看 有粉丝称这么花的衣服 估计只有人家轮才能驾驭得了 其实人家轮除了拍广告之外 还得再拍两部欢乐的剧 人家轮现在他打算偶像转终生 后续会接一些比较有质感的角色 其实进阶终生是有演技的人最适合的 现在内娱乐圈断层很厉害 转型概率还是很大的 毕竟年龄到了,转型是需要规划进来的 其实在转型的过程中 人家轮对于自己的戏也相当的谨慎 人家轮现在特别看好合作搭档的口碑 哪怕对方热度流量一般 但是演技也一定要好 之前他就吃过这样的亏 所以现在格外的谨慎 真是一招被蛇咬十年霸情绳啊 现在的人家轮呢在业内比较的强手 他的剧大多数都播的还不错 口碑流量也都有 资方认可他 人家轮这边忙通告安排的满满的 欢瑞有不少艺人离职高 人家轮也是在欢瑞谈合约的事情上呢 他更想自己运营自己的工作室 自己签人 其实对于接不接戏这件事呢 人家轮还是有一定的换钱的 如果他自身不愿意 没有人可以强迫他接下来 但是如果他自身也愿意的话 那粉丝也就别穿河了 万一罢了呢 我们只有默默的支持 默默的守候着人家轮 其实小编一直以为呢 人家轮他本身从来就没有拿顶流 作为发展的标准 一直都是以演员的要求自己 但要说他是一个张二八经的演员 凭业务能力来说呢 也还不到 他自己也探知这一点 一直都在默默的提升自己的业务能力 最近不就是爆出 人家轮还请了台词老师来向其请教吗 现在一直在攻克自己的台词功底 那么问题来了 你心目中的人家轮是怎样的呢 可以视频下方留言告诉小编哦